繼續我們來關心 明年的元旦有四天的廉價 台鐵就規劃從十二月三十一號 到明年的一月五號 這六天的輸運期間 全線要加開各級列車 總計三百零四列 預計十二月十七號臨時起 就開放網路和電話語音訂票 而為了讓民眾能夠迎接著元旦的曙光 台鐵本週五十一月二十八號上午九點 也將先開放民眾訂購曙光列車的車票 曙光從雲層中緩緩露出 每年元旦台灣本島最早能夠看到 日出的地點就是東台灣的三仙台 為了讓民眾能夠更方便前往 台鐵今年結合東部海岸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開行三仙曙光耀新年游輪式列車 本週五二十八號上午九點起 開放民眾訂票 由於今年跨年元旦有四天廉價 為了輸運大批的旅客 台鐵從十二月三十一號起到一月五號六天 全線加開各級列車總計三百零四列次 預計十二月十七號凌晨零點起 開放東西部線網電話語音訂票 另外為了疏解新自強號普悠馬吉泰魯格號 運量過度集中提升旅客改搭乘其他自強號的意願 台鐵從這個月十號起已經取消新自強號 頒次去回票九折的優惠 希望能夠達到分流的目的 記者烏雅宇林國防台會報導 評論通報告 感谢观看